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又来到陈思卫播段里程喔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金融股 大家都知道金融股是很好的存股标的 我看到这个网络很多人说 老师啊这个金融股涨了三成 还可以买吗 金融股呢 就是通常它涨幅是分为三阶段 那大家可能要去知道 现在是在金融股的哪一个阶段 你才知道买哪一个标的对不对 那通常在金融股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呢 是以受险为主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金融股超热了 我还记得那个富邦金啊 国泰金都涨到 富邦金涨到八十几块 那个国泰金也到了六十几块 为什么 因为去年呢 富邦金的EPS都是快13块 12.75 而这个国泰金的话呢 也是十点多 都是赚了一个资本额 可是大家来看看今天 今天在空头的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获利都腰斩 甚至因为防疫保单 这个富邦金 在十月份的那个获利 还是负的0.55 所以在受险股在空头这个时候呢 他的投资呢 比如说房地产啊 房价也会跌啊这些 都会影响到他的获利哦 那再到了第二阶段 什么是第二阶段 那多头很多的时候 大家都去买股票哦 大家可以看什么 散户也去买啊 那 私贿也去买啊 丹达丁辆去买 大家都去买股票 一直买股票呢 买股票到最后是什么 诶 那个证券公司就收了很多 手续费哦 所以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像元大证券去年的 获利也是挺不错的哦 股价也是创新高 获利也是创高了哦 但是呢 到了空头时期 大家都不买股票了 所以现在就是空头时期 大家可以看经典 为什么空头呢 通膨升息很严重哦 通膨升息导致大家就是 比较不敢买东西 那也不敢买房子 那很多投资标的也就不去投了 就没有人要投资什么 债券啊 期货这些比较少 所以在第一跟第二阶段的 证券公司呢 跟受险公司的获利 相对的会减少 可是因为通膨升息 大家都知道升息是什么 银行升息他放款的时候呢 可以收到比较多的利息 这时候谁会赚钱 就是银行股赚钱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台契 今年啊 获利真的很可观耶 竟然获利翻倍 我们来分析一下 到底接下来 我们是布局第一阶段的 售嫌股好 还是第二阶段的证券股好 还是第三阶段的 银行股比较好 我们今天的判断 到底金融股的 涨势三阶段 是到哪一个阶段 那我们才知道 接下来布局 哪一个阶段的 金融股 我们看下一阶段 我们必须去用本镜比呢 用本镜比来看 到底 现在金融股在哪一阶段 那我们从本镜比 净值比 PBR 净值比来看看说 怎么选股 那什么叫做净值比 过去我们好像都讲本益比 丹娜超会算 本益比怎么算 丹娜你会算净值比吗 不会 这是新的 新的 但是你放心好了 他一学起来他就很厉害了 好 我们今天来看镜值比怎么算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镜值比呢 第一个 景气循环股 像什么钢铁啦 石油啦 天然气水泥 纺织股这些 还银件股 汽车 因为他随着这个景气循环呢 哎来变动 所以就是用 PBR也是用镜值比 那电子股的景气循环股 比如说像面板 低润啊 那第三个就是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也是跟景气循环 有很大的相关 你看嘛 景气好的时候 这个寿险就会涨 景气不好的时候呢 好像是银行 就会升息的话 银行股就会涨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金融股来算 那我们来举一些例子 中钢他的净值是23.8 但是中钢他最近的股价呢 哎 28.9 如果是可以让 我们就用28.9除以23.8 就是股价呢 去除以他每股的净值 算出他的净值比是1.21 哎 1.21呢 就是比较低的意思 那净值比越低 你去买他呢 表示会赚钱哦 比如说中钢过去的净值比呢 是1.4 现在只有1.21的话 也许是一个买进的时机哦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例子是电子股的滑邦店 滑邦店他的每股净值是20.77哦 那如果他今天的股价是19.7 哎股价价比净值还低耶 低润常常这样子 然后他的净值比只有0.95还小于1耶 代表什么 他股价真的比较委屈了 所以呢 最近这个滑邦店他的股价 那从7月12号的是9.7 最近呢 黄邦店的股价就有22块上下 为什么 因为真的太委屈了 因为他净值只有20.77啊 怎么股价只有19.7呢 好委屈哦 所以最近呢 他的股价就涨到21.5到22之间 就是在每股净值之上 所以呢像这个低润主体就是说 他的股价如果别破他的净值 就是一个买点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那我们先来看金融股 金融股大家都说通膨升息 其实对金融股是两刃啊 为什么是双刃刀呢 第一个他对于受险股来讲 通膨升息投资的东西都不赚钱了 所以受险股真的是损失惨重 可是对于银行股来讲 通膨升息我收到的利息钱会变多 所以他是两刃刀 就要看这个 这些金控股他如何去做这个调整 所以呢我们只能怎么办呢 比如说像富邦金或国泰金 他有银行也有受险啊 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实在很难判断 我们就用净值笔来算哦 像我像我的话就写 比如说国泰金净值笔在Google 你就可以看到他直接在 海投资或者是那种财报国这些 他就会算出他的净值笔给大家看哦 好那净值笔呢 就是可以告诉大家说 到底你的股价跟你 这个公司的净值来算呢 到底是高还是低哦 除了帮大家算出这个金融股 前十个月的绩效盘行榜之外呢 也帮大家算出这个 从受险类呢 证券类跟这个银行类的净值笔有多少 来判断说 接下来我们到底是要投资哪支股票 当然啦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2021年 这些金控股呢 获利王前三名呢 是富邦金12.49 国泰金10.32 跟元大金2.87 这是去年 大家有说嘛 去年这个是多头行情啊 多头行情呢 是在什么 金融股的第一跟第二阶段 果然第一阶段是受险股 股价大涨 因为他们投资的资产部位呢 获利很好 所以富邦金跟国泰金 投得到第一第二名 而证券股 因为收了很多很多的什么 call call 很多的money 所以他呢 获利是第三名哦 大家有看到吗 这就是去年就是所谓的 金融股第一第二阶段 那第三阶段就是今年啊 今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升息通膨升息的关系 今年比去年还好的 营收成长还好的 都是银行五代 有没有看到 这个成长了 冠军我都有用黄色 这边mark起来 前三名 第一名真的是台契银 成长了55% 去年总共赚0.66 今年前十季 前十个月就赚了1.04 几乎呢 今年我再看看 加上11 12月 他今年的获利台契银 应该会是去年的两倍哦 所以可以看到年成长这是很漂亮耶 那我们可以从年成长来看一下 哎真的是耶 今年是在什么 银行金融金控股的第三阶段 涨的都是什么 银行股第三阶段 因为升息的关系 是空头的关系 一直在升息通膨 所以呢 现在来到第三阶段银行股 净值比呢 跟看本益比一样 不能只看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超级比一比哦 现在来到这个金融股第三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要到哪一阶段 在看金融股之前 金融股有一些要注意事项 到底怎么买齁 有个叫资本氏足率 这个蛮重要 代表说我们银行资本氏足率 可以承担的风险有多少呢 通常氏足率呢 在这边看齁 大家看一下 越高越好 老师会只是举了两个例子 玉山金跟兆风金 那氏足率一定要达到8%以上 表示他的财报是稳健的 基本上台湾的金融股都还蛮不错的 都有市值率都有在这个8%以上 然后预期放款利率要很低 只要3%以上就很优 还有就呆账是说 今天如果发生呆账 你怎么样 可以有更多的钱去cover他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泰金 这个净值比 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这个国泰金的净值比 最近是超高1.41耶 可是大家看一下他过去的净值比 大概在2019 这个大概都在1上下 所以他现在金值比真的很高耶 而且国泰金最近他是要增资的 因为国外这个公债殖利率一直在升啊 他怕他撑不住 然后又一直倒挂 也不知道经济什么时候会好 所以他是最近在做现金增资的部分 那也可以看到喔 国泰金我记得在一个多月以前 我们也在拍这个片子 那时候国泰金的股价是37块 而他今天是42块钱 刚才有看喔 那37到42呢 他大概涨幅就是大概是12% 大家来看一下 富邦金就1.19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富邦金 他最近的净值比跟过去是差不多的 但是比去年这个都还高一点 就是差不多的1点多 那我们就来看啊 富邦金跟国泰金是怎么比呢 其实富邦金比较委屈的是 他跟国泰金今年都是去年的 这个获利了一半而已 所以股价虽然不高啦 就50几块富邦金最近涨了10块还蛮多 大概涨了两成多喔 那会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获利真的一直在减少 那我也担心说富邦金你看啊 他9月10月都亏钱嘛 总共亏了快1.2啊 那如果11月又亏钱 12月亏钱很担心 他把他今年他目前获利 刚才前面有说6.05嘛 把他获利这样吃回去 可能有可能他今年获利 会跟国泰金差不多 有可能啦 所以呢我觉得富邦金要再观察一下 看他11月跟12月的亏损大不大 那我们来看元大金喔 元大金的净值比大家可以看啊 他过期的净值比呢 都在0.7 0.8 0.9 因为他今年是空头啊 收的手续费不多 而股价还在涨喔 所以他最近净值比也是有点偏高了喔 因为他从上次我们做他的时候是19块嘛 那现在已经22块了 所以呢也可以再hold著再等等看喔 现在已经来到第三阶段喔 这个台契银啊彰化银啊 这些纯银行股呢 已经涨很多 因为他的净值比已经比以前多了 三成四成喔 来到四成 大概有来到四成这么多 那么是不是呢 我们应该可以布局一下 其他比较低的金融股 但是其他比较低的金融股 因为这个寿闲的风波尤其是富邦金 还在持续的爆发中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如果他可以转正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是不是逢低来布局寿闲股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喔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话呢 就帮我们按订阅赞跟分享喔 分享给更多人 你会有更多的能量 OK 拜拜